大家好 欢迎来到慧眼看中国 我是孙宁 中国经济持续下滑 内需消费疲软 近日上海知名的梅龙镇广场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公告称 海龙镇广场内除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外的其他商户和租户 平均从8月1日起歇业 开业26年的梅龙镇商场就此关闭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今年上半年共有6882家门店关闭 涵盖超过100家企业 1997年 梅龙镇广场在上海南京西路亮相 1998年全面投入使用 历经26年 梅龙镇广场地处上海顶级商圈 与横龙广场中信泰富一起组成煤太横金三角 是上海高端商场的代表之一 伊石丹白货是梅龙镇广场的主要商户之一 陪伴上海人27年之久 2024年6月30日 上海梅龙镇伊石丹百货 因租约到期正式终止营业 不到两个月 梅龙镇广场传出歇业的消息 对此 网友们纷纷表示 每天商场开门前一堆人在排队 都是去八楼美国领事馆办美签的 消费降级了 经济早就不行了 上海的胡先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川沙新镇一个商业街几乎是没有人 上海知名的黄金十字路口 南京路西藏路口 有栋大楼 上周他和朋友去吃饭 楼上餐厅少了三分之二 他家附近有好几家大型超市现在都关门了 他说上海的南京路是中国第一条商业街 亚洲大概是数一数二的 上海南京路的质地广场2022年也关门了 淮海路以前叫霞飞路 这条街是很热闹 在上海人和外国人心中他的档次比南京路还要高 以前外国人这边很多 现在商场人很少很少冷冷清清 胡先生表示 肯定就是百姓的购买力不行了 中国老百姓大多数是没有钱 但上海人有些人手上是有点钱 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影响 他们也不敢乱消费 克制消费 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 曾经在上海工作三年 工作地点分别在港会 横隆广场和陆家嘴 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上海已经是一线城市表现最好 其他像是北京 深圳和广州等都有不同的状况 更别提其他三四线城市了 7月19日 青科旗下的资讯网站 投资界平台引用一览商业不完全统计 2024年上半年 中国国内至少有6882家门店宣布逼电 涵盖超过100家企业 其中不乏沃尔玛 永辉超市 大润发 河马等大型渠道门店 以及瑞兴咖啡 蜜雪冰城等头部连锁餐饮品牌 关闭的门店从业态看 商超业态有498家 百货13家 餐饮超6000家 服饰教培等其他业态超200家 例如 富敌超市因经营困难 关闭了所有门店 涉及门店百余家 永辉超市关店38家 华润关闭了包括华润万家苏果 BLT在内的21家门店 像沃尔玛步步高 南城百货 世纪连华这类老牌超市 公布的闭店原因大多为租约到期 沃尔玛就关闭了至少17家门店 包括南京首店 江西首店 南冲首店 等经营了超过10年 乃至超20年的门店 步步高 南城百货国展店和安夏店 也于上半年关闭 正式撤出柳州市场 此外 随着电商 社区团购等多渠道冲击 一些门店经营效益大幅下滑 企业最终选择关闭止损 分析认为 虽然租约到期是商家宣布停业的最大理由 但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经营压力大 另外2024年1至6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显示 百货零售总额同比下降3% 整体行业呈现下降趋势 此前4月16日上海城市超市City Shop宣布停止所有门店业务 彻底退出市场 这家超市品牌已有29年的经营历史 高速发展期有15家门店 对于上海城市超市关店 据第一财经报道 上海城市超市的在线客服人员回应称 城市超市由于持续亏损 被迫全面停止营业 看似突然却又透着必然 一位消费者发消息称 新年期间去了一家城市超市门店 门可罗雀 顾客寥寥 那时就感觉不太对 事实上经历三年疫情后 上海乃至中国整个商业均遭到了严重的冲击 2023年5月 太平洋百货在上海最后一家门店将停止运营 在此之前 曾经在上海同样开设过多家门店的巴黎春天百货 也在接连关店 2019年巴黎春天百货长宁店和118广场店宣布停止营业 到了2020年 巴黎春天百货红口店也在疫情冲击之下 不得不关门结业 此外 上海国企百联集团旗下的百联东方商商 在2022年宣布其家定店将于年底正式结业 之后百联东方系列门店仅剩徐慧和亲普两家店 今年来中国经济不景气消费不足再加上消费者购物习惯也发生了变化 很多人更倾向于线上购物因此商场受到较大冲击 很多商场倒闭了 这里居然全部倒闭了 全部倒闭了 哎 这个商场呀不行了 看到没有 这么大的商场竟然倒闭光了 就几个店在这 这什么地方呢 这是江汉路的旁边的地方 你们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 这个店这么好的位置竟然倒闭烂尾了 想想多心痛啊 这么大门面 这么好的地方 商家投资那么多钱 武汉给那么多钱 结果店这么不景气 这么好的地方坐不起来 你们为什么不消费呢 你们是没钱吗 你们是消费不起吗 你们是吃不起吗 你们是玩不起吗 朋友们 我身后是一阳的最大商城 既然是个空城居然都倒闭光了 你看看什么情况啊 就是这个商场竟然全部倒闭光了 全部倒闭了 这个商场是靠近一阳的万达广场 很近全部倒闭了 这建的蛮好的 建的可以啊 建的并不比万达差 这个商场居然全部倒闭了 你看 全部店铺全部转让 没人接手 建的结构建筑蛮大的 这么大面积就全部给关门了 得耗多少钱呢 得政府耗多少钱呢 全部都不行了 这么大面积 看着真是心痛啊 全部烂尾 一个商场全部就几家还在 全部搬走了 像空城一样 看来这是荒凉啊 真是荒凉 全部都没有了 看着心痛 视频可见 在经济形势部加 消费者支出减少的情况下 即使位置再好的大商场 也会出现倒闭的现象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发布的2023年到2024年中国百货零售业发展报告显示 70.1%的受访百货企业认为2023年的客流量并未回到2019年疫情前的水准 百分之六十四点九的百货企业认为销售额并未回到2019年的水平 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表示 中国的实际消费力道在缩减 那尤其是说因为民众可能遭遇到包括像减薪或者是工作机会不保 所以他的民间的一般的消费大概就会出现一个可能会持续不振的情况 那既然是民间消费不振的话 可能百货业者首当其冲 他可能就必须要把一些效用不高的店铺收掉 黄世聪提到 中国网上商店的迅速发展也对实体店形成了竞争 不过中国经济的整体不景气 民众消费力下降恐怕才是大量店面接近关闭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黄世聪说 某些程度来说 这种实体店面的倒闭恐怕会导致中国的失业进一步上升 这些失业的人士恐怕也很难再找到其他就业机会 这对中国来说 当然整个社会安定 就是说就业率的冲击 这个是一定有的 黄世聪分析 中国经济的主要动力 房地产业出口 都在不断的下滑 因此相当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前景很不乐观 居民购买力还会继续的下降 不仅商业领域受到严重的影响 餐饮业也遭遇了严重打击 从我后面这个厂子的餐饮能看出来 整个二楼所有的餐饮全部阵亡 没有一家是活下来的 由此可见 今年餐饮竞争是有多激烈 现在是七八月份暑假 正当是餐饮的旺季 但是似乎今年的暑假没有人 人都去哪里了 出去旅游了吗 为什么没有人出来消费 真的很奇怪 视频中 这家商场的二楼餐饮区已经完全倒闭 没有一家餐饮店能继续运营 由于餐饮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 导致许多餐饮商家难以维持经营 带你看一下这个餐饮行业今年有多惨 你看这边刚倒闭 而且是在大商场的超市的门口 副一楼 这里我们几乎隔一段时间就有人喊我们来 这里边的品牌一直在换 像这个超级炸鸡 好像又是刚新开的 那边有人刚开业 花篮摆门口 然后包括那边那个茂大仙 再下边加一个冷面大师老板 其实今年的餐饮行业因为大环境不好 好多企业裁员 裁掉了之后搞个小餐饮 现在这个天天你只要去搜什么低成本创业的 一个月赚多少钱的 甩手掌柜的这种广告铺天盖地的就是告诉你 开店很容易赚钱 很容易 好了就入坑了 开了之后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有些人坚持个三个月半年 第一波的房租一到期就凉凉了 有些人可能是全部家当 有可能还有负债借了很多钱开个店 没办法他只能守着 你像那个那么好的位置的 那门口刚倒闭 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些这种档口 像这种按道理都还在招租 你像这个都还是空的 这位男士指出 今年餐饮行业非常艰难 即使是很好的地理位置 也难以吸引足够的顾客 当前有很多关于低成本创业和餐饮投资的广告 吹股开店经营轻松赚钱 然而实际情况往往与宣传不符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 截至6月30日 中国国内餐饮相关企业新注册量达到134.6万家 而注销吊销量也达到了105.6万家 2023年全年 吊销注销的餐饮企业数据是135.9万家 而2024年仅上半年 这个数据就逼近去年一整年了 在一览商业统计中 今年上半年餐饮行业中 其中B店最多的品牌为蜜雪冰城 集海数据显示 最近90天蜜雪冰城共关了 超3000家门店可谓是占据大半江山 可以说咖啡和茶饮行业 已经进入了大逃杀时代 最近一年 茶刊行业有超15万家门店倒闭 平均每天关闭超400家门店 值得一提的是 高端餐饮们在寒潮来临时也难以为继 今年以来 Osteria生蚝海鲜餐厅 Tiago Opera Bombana 上海玉芝兰等 高端餐厅或连锁餐饮品牌相继被曝 暂停营业或倒闭 据媒体报道 这些餐厅人均客单价最低500元 最高可达2000元 此外曾被誉为早餐界爱马仕的品牌 桃园眷村门店数量也大幅作减 退出人均早茶狂热的广东省 报道称高端餐饮预冷是多方原因导致的 首先消费者愈加理性更加注重性价比与餐饮的真实价值 而非品牌和面子 其次高端餐厅本身承载着高昂的运营成本结构 从定位到装修 房租人工食材等成本都相对更高 如果没有顾客愿意为这些附加价值买单 导致企业盈利空间大幅的压缩 生意也就难以为继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表示 经济下行的时候 餐饮服务业受到伤害也是最大的 由于餐饮服务业相对其他行业来说 是属于改良生活的领域 它并不是生活必须 所以你看到尤其是餐饮业倒闭 证明了大家可能连回家吃饭买菜都开始要节衣缩食了 黄大卫指出 由于餐饮服务业还有服务性行业 它是就业率特别高 劳动密集型的行业 这些行业要是不景气的话 会导致大量的人口失业 另外上半年教育与健身行业跑路风平线 多家知名机构相继宣布闭电 据一览商业不完全统计 美吉姆金宝贝卡莫瑜伽 5KM等品牌门店大规模停业 超150家门店倒闭 涉及金额超过千万 其中不少品牌选择抛一把羊毛在跑路 有家长表示 在金宝贝关店不久前 一些门店仍在鼓励家长们续客 此外福州密蒙体质能亲子游泳 iBobby也在B店前期举行了618大促 不少消费者又购买了大额的课程 在一览商业看来这些品牌爆雷原因有三 第一行业入门门槛低 使得门店品质良幼不齐 难以确保稳定的盈利能力和健康的现金流状态 第二职业B店人涌现 与监管缺失并存 导致圈前跑路现象时有发生 月洞篮球就在公告中称 B店安置工作将通过转客无忧进行 而其查查显示 该公司成立于2024年1月注册资本仅5万元 最为重要的是 这类实体门店多采用预付款消费模式 一般而言 预付之是为了在短时间内获得资金 以支撑品牌扩大经营 或进行其他投资 同时一旦消费者支付了预付款 他们更有可能在未来继续使用品牌产品或服务 从而增加客户忠诚度 但是预付模式亦有很大风险 一旦品牌遭受外部环境冲击 没有更多现金流进入时 门店有很大可能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 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 门店跑路并不罕见 而且一旦商家卷钱走人 消费者也难有好的应对方法 如果选择维权消费者要付出的诉讼成本 时间成本将远高于损失金额 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了了之 此前6月1日知名连锁店 卡莫瑜伽正式发布通知 宣布永久关店 在卡莫瑜伽毫无预兆的宣布闭店之前 曾长时间欠薪并在最后时刻疯狂劝说用户冲卡 陆媒报道指 卡莫瑜伽在跑路前还收割一笔会员费 让消费者怀疑其或计划好了金蝉脱鞘 6月19日港媒《青岛日报》的评论文章表示 中国大陆经营环境变差 许多行业出现恶性倒闭 多位友人都曾遭遇机构突然弊店事件 文章说 这些职业弊店人已形成一套成熟产业链 从更换法定代表人到弊店 再到诱导消费者接受不公平方案 即便消费者不接受也不必担心诉讼 因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早就变更为 没有偿还能力的悲债人 他们通常是欠下赌债的人 以及偏远地区的老人 职业弊店人则可在关店后全身而退 但也有法律专家指 一些商家卷款跑路并不是宰客 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等也都是客观原因 好 感谢您收看会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